Hello 我是Alan Hello 我是Tracy 今天比較特別一點 今天我們來到松山的文創園區 就是我們受到有春文化邀請 有春文化 他們邀請我們去他們搞的一個環保展覽 其實他們邀請我們那時候 他們就說不一定要拍片的 因為他們主要想大家幫忙宣傳一下 有關於環保的意識的東西 我們作為香港人甚至乎作為一個人 都應該有環保的意識 因為地球屬於大家 我個人的環保意識就不算很強的 來到台灣之後 其實在台灣的垃圾分類 或者一些環保的東西 我覺得台灣這邊的意識是強一點的 所以慶幸會受到台灣的一些主辦方 去邀請我們去認識這些有關環保的東西 那今天就打算來當上課那樣去學一下這些東西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那個展覽看看 究竟今天有些什麼看 好 待會見 拜拜 我第一次來到這個文創區 又是大到瘋了 你看這裡是商場還是室內 好像酒店那樣 但可惜今天我們其實時間超有限 下午還有一個媒體的訪問 因為搞得好像我們很忙 其實平常我們是很閒的 你閒而已 我沒閒 我們今天去的就是這個203年 峭越圈圈圈圈圈圈圈的 一種是工業的循環組織 一種是農業的循環組織 提倡要做這些東西 這個平自然好像現在在台灣比較容易 比起在香港 對 剛剛那個位其實就是一個學習環保 學怎樣去永續發展 其實永續發展這個Terms 近年都很流行的了 想知道一些東西可以不斷堅持維持的東西 維持維持維持 其實可能是一個維持維持的方法 但其實有一個叫Upside 那這個是那些繩子可以做一個袋 而且它本來是漁網 對 這個真的不錯 對 這個不錯 這個你猜不到吧 這個簡直是做成眼鏡 它的膠要打成粒 如果這些是廢棄漁網 剪了它打成粒 然後可以變成眼鏡 這些厲害 這些你還想像得到做網子做袋 這些我真的想像不到 原來那些常常吃的那些 哦 對哦 呃 可清洗 然後想磨碎 磨碎 然後可以變成這個的哦 清潔用品哦 現在很久是物理了 原來它這個就是用它之前那些貓沙 回收了 回收了再下來做這些肥土 再來種這個植物 哦 說真的有些人覺得復古的東西是不漂亮 或者復古就是有它特別存在的價值 所以我覺得這些永續發展 跟我們本身喜歡的東西是很像的 嗯 有它自己的風味在那裡 而你喜歡不喜歡那一股味 只是 而不是它好沒有味或者覺得好不好 所以意義上我覺得是大很多 是啊 是啊 即是有創新之餘 還要有保護地球這個的意思在裡面 甚至乎是一個實踐 它這個很有趣的老婆 這個是用籃球 upcycling的 嘩天下的啊 它免得你戒得很有趣 你很像冤囚 它創作了恨犯規 哈哈哈哈 但這個真的挺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漂亮 對 好像很好看 這件很有型的 是 尤其是喜歡籃球的人 嗯 對 我覺得值得支持 但是 但是 有一點就是 你也要有需要採買啊 如果你是環保 啊 環保和持續發展 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不要過度消費 對 這個真的很重要 這個平台很搞笑 它說 將一些 我們常常在家裡 有一些很限制的家電 你放在那裡又不用的時候 就很浪費資源了 有可能買錯又打算丟掉它 你知道地球現在好像電子垃圾 那它這個平台呢 就是會給大家可以有個地方 去將你不要的東西 或者暫時沒有用的東西 出租給一些有需要的人士 譬如有時候呢 你一開始想學製咖啡呢 真的很沒有概念 你不知道買什麼入門啊 如果真的輪舍 或者有這樣的平台 大家都是初階的 可以租用這一部 永遠 那我再學高級 可以租用另一些 值得我學完整個過程 那其實是真的一個挺不錯的 可以 你看 搜地機器人都有搜 搜地 什麼搜地 整個衣櫥的數據 譬如說你有幾件黑色的衣服啊 然後呢 你的一件平衡單價多少啊 然後就可以幫助你更有效利用的 這樣子 先理解自己的 來來來來 現在是免費的服務 然後像這個就是我們可視化的線上衣� 就是我把我的衣�加進去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我的有什麼衣服 然後會讀一些數據 哇 腳梁都跟夢多 現在看到的都是1851年的技術 來自於英國 170年全的技術 對 這是玻璃 它是蓋在玻璃上面的 這樣看起來很像一般的照片 但它其實也是筆片 然後再來你摸它是玻璃 你摸不要摳 用摸著就可以了 用摸著就可以了 對 所以這種照片可以放很久 好好保存可以放超過百年 對 放最久的一張在大英博物館已經放了170年 哇哦 主要是在台北大道城 迪化街一段300號 是跟一個古董店合作 但是我們現在開始會是巡迴 會開始巡迴 不一定在台北 12月1月會跑北中南這樣 哇哦 對 都可以體驗預約 因為國際上 因為這是一個快失傳的技術 國際上拍一張這樣大小的 要800塊美金起跳 嗯 大概兩萬多塊台幣 對 那我們現在是希望能把這項技術 留在台灣 然後推廣出去 嗯 筆片現在就在製作 那就是玻璃現做筆片 然後像我們這個技術 這算是老師從英國那邊學回來 然後做一點改良 但香港算蠻早期就有這個東西 對對對 我反而佩服你們是現場 現場充足 國際上大概也剩下不到 不要說千 可能對100 哇已經很少了 真的很少 就是說現在這個整個品牌 是眾籌的狀態嗎 嗯 像這個已經結束了 然後接下來就會開始做 然後把褲了這樣 已經成功了 對這個已經成功了 然後兩檔都木製了1000多萬 然後我們還有用 濃漁業廢棄物 三菜一湯鞋也是我們 那比如說 竹梗啊 茶梗啊 咖啡就是跟那個 超商啊 或者是博朗Coffee Shop 收他們很多 跟他們談 然後就是固定幫他們收回來這樣 哦 我們可以聞看看 它其實是真的麵包 我看其實這種麵包 它在製作館24小時以後 就會變很硬 所以其實就沒有辦法繼續反手 那我們就會跟麵包房 或者是麵包場來合作人 然後就收他們這些 那我們就來製作成這樣子的啤酒 就馬一瓶試試看哦 大家水溢樂捐 然後我們就可以現場體驗中布包 哦好 那這些布袋帶來的布料 它是來自台灣工廠端的廢物 它是全新的 但是它是廢物 這些布料他們是台灣的驗布廠 它在出貨之前會驗布 然後驗完了之後留下一兩碼 作為樣笛 那它就會貼上一塊它的標籤 這塊標籤就它的身分證 就會標明它的顏色啊 還有它的資訊 其實它如果出貨過季 完全都沒有問題了之後 這樣的樣品布就沒有用了 所以就會變成飛騎物 所以這邊的布料都可以選擇 然後可以做成不一樣的袋子 腳如果這樣稍微摺進來以後 摺 然後我們要打一個擠 OK 對 那四個腳都是做一樣的 然後老師打了三個 你才打一個 你不要最後一個都是老師打了 你看 瞬間轉變了 我們就打一個時階 哦 兩次的品節 來我先幫你 嗯 捏著 然後你把它拉緊 呀 好燙 這樣就可以使用 嘩 嘩 嘩 老師五分鐘可以搞定 嘩 五分鐘可以搞定 可以拿自己家中的就義啊 做廠商 對 真的不要浪費 兩分鐘都不用了 真的懂得做 學會了一件東西 好聰聰聰聰聰聰 Hello 我們終於出來了 我們終於參觀完這個超越圈圈的 關於環保的展覽 其實它不是原來單純是環保的 它還有一些叫做永續發展 一些叫做upcycling 文化傳承 還有很多很特別的產品 剛才看到 即可能用咖啡渣做對防水虛 還有一些漁網 漁網 你也打成膠粒做眼鏡 還有用玻璃去做相片的底片 很多很有趣的技術 很多有持續發展的理念 同路人裏面 就看到他們都一起很努力 去將這個文化繼續擴展下去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很好的 但當然知道其實要持續是很難的 因為他們的薪金 或者他們要持續做這件事 都要去營運資金 其實對他們來說應該都很困難 大家把這件事宣揚出去 大家都可以認識多些這些品牌 一會兒我們會把我們剛才拍到的 有些我們覺得很喜歡的品牌 都在下面的描述裡面寫下 你們可以去支持伊莎 我覺得學習它那個精神 然後運用在你的生活上面 我覺得是難的 但是大家有這個意識 然後慢慢去學習 慢慢去改變習慣 可能有一天我們會 為世界大來一丟丟一點點的改變 也是很棒的事情 這次多謝大會來邀請我們 對 謝謝 我們就沒有收錢來這裡的 真的覺得這件事很有意義先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留言 按讚 分享 追蹤我們IG、Facebook 有什麼新聞的資訊我們會放上去 下次影片再見 今天就是這樣 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